其实对于正思维环雅琼来说 他们的晋级之路确实非常轻松 我们也不免有些担心 就是前面打得太简单的话 后面这当遇到就是稍微能力强一点的对手 会不会他们没有那么好的调动 我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对于正思维环雅琼来说 他们也是出战了很多的一些国际大赛 对于他们来说 场上的一些微小的变化 包括场上的经验 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 对 我相信他们就算有一些碰到一些困难 或者一些不顺的时候 他们也会及时的能调整过来 好 比赛开始 好球 正思维环雅琼 上来就是一个多拍 正思维收掉 强攻 防雅琼封王 两边速度都很快 感觉明显进入比赛状态都很快 冷却 咱们请到看 好球 华雅琼的这种个人能力的防守 包括他的变现 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再做啥进攻 因为混双的话 大家可以看 基本上都是以往前 女的在往前为主 更多的是把网口球看住 然后给队友创造更多的机会 1 2 3 好球 放花球 放花球投顶杀了个对角线 4 比2 5 5 嗯 郑思维的这个发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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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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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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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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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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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9 9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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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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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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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比赛结束 正式为黄雅琼的C-5 人决定对郑思维黄雅琼 非常轻松地拿下了第一局 是的 其实徐晨在打球的时候 混双的男队员 个子都是比较高的 但现在世界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混双男选手的 个子并不高 但是速度非常快 郑思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包括印尼也有一些 乔丹他们身高都不是高 但是作为他们来说 他们有他们自身的特点 比如像郑思维 虽然我身高没有那么高 进攻没有那么凶 但是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跑动能力 包括后场的控球的连贯 是他们的主要一个特点 他可能一拍两拍 不是绝对的力量 但是他可以通过他自身的连贯 和弱点的变化 然后给往前的花雅琼 创造更多的封网机会 因为是个互相的 但是我们再看 差月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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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 好球 回不来了 正思为这个担手勾了个对角失去重金了 3比1 顺便后台进攻 出电了 3比1 小腿肌肉非常大的 是的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的弹跳能力会非常的强 非常高 对 就是这种球 正思为我可能一拍公司你 但是我可以通过第二拍第三拍自身打连贯 漂亮 得分很容易 按照实力上来看的话确实是一个一边倒的局面 是的 所以也是希望上海队能通过这样的比赛机会 更多的向世界顶尖的选手来学习 其实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获得的经验会比在私下里获得 当中获得经验要多得多 对 而且就像徐生刚才说的像这种比赛 国内他们其实也很难遇到 很难 对很难 发了一个后场接外球 发了一个后场接下来 三 喂 发了一个后场 四 比六 嗯 好球 把球往前拿球非常快 基本上球都是向下的 这个球感觉对对方还没有来及退回去 球就已经过来了 对 显得好像是把对方打退了两步 力度确实非常大 比方比四 然后我这次没 哦 一个滚往左 比较相远 五比方 大家可以看在往前的时候 方向球更多的时候是拍的是一起举起来的 好球 只要你球过来很平 不过我头 我只有会去打货的篮都可以 嗯 对 你看 时刻准备着 对 时刻准备着把球 结外的 好球 郑思维 后上进攻 两拍 收掉 哇 好球 第二局比赛结束 郑思维和黄亚琼 第二局同样是郑思维和黄亚琼 轻松起射 我站位太靠后了 站住自己的位置要是站立的 一样是给杀死的 越是虚越是虚越是虚了 对不对 这像胖子一样的 自己的位置是得挺好的 还有自己特别是理想的 自己的怯了 就这么切了 然后车中两场之后的回头 不要再开了 你自己就放他往前再放我 他还不成功 他还不成功 你可以多尝试 其实上海队面对如此强的对手 他们自己心里也知道 在实力上可能是不如人的 但是他们也有 他们能够做好的地方 那这些点 他们应该如何抓住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平时训练 然后体现出这种比赛 你首先要敢于去发挥 或者是冲击他们 因为你已经很清楚 确实是像上海队的 这个女队员叫唐平阳 他确实整个的往前拿球 没有黄亚琼的球速 没有那么快 拿球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但是你可以在通过这种比赛 回去找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然后平时的训练当中 多去训练 先从基本功上横转 对 因为黄亚琼 它也是能有现在的一个高水平 也是通过平时的训练 去一点一点去积累起来的 所以好的技术 其实都是日积月累 是要慢慢积累起来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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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一 这些上海队还是拿到了 比较不错的一个开局 这就没有办法 就是对于这个曾思航和这个唐平阳来说 你稍微出球的质量不高 那就很容易被花亚琼或者曾思维 就直接打死了 但是有时候追求高质量的回球 反倒自己会主动失误 对 要求太高了 还是在寻求一些主动的机会 这一排郑思维回的也是比较舒服 嗯嗯 嗯 放开球 三比四 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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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4比4平 4 4 4 哇 好球 他们羊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零的运动员 对 在场上其实也是带着脑子在打球的 目的性也是比较强的 但是有时候确实个人实力 对 所以确实欠缺一点 感觉脑子是够的 想得到 但是有时候做不到 但是其实在场上也是抓住了一些这样的机会 其实只要把基本功再往上运一点 进步应该还是会比较快的 毕竟他妈很年轻 机会 就是像这种球 刚刚这个 陈思航有机会进攻的情况下 黄亚雄的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变了一个直线 好球 好球 来一个 多掉 好球 基本上都是 陈思航只要有机会还是盯着女的黄亚雄的准备 是的 是的 因为在两个人防守当中 可能女队还是相对而言出球 球速啊 或者是会弱一点 在混双当中 女选手确实算是一个薄弱环节 对 哇 机会 但其实面对郑思维黄亚雄这种强劲的对手 上海队一定还是要有这个回防的意识 因为你一拍不一定能打击 对 啊 翻场 自己打丢了 中海球 7 比8 上海队也是攻势非常猛的一个运动员 只要有机会 一定是非常狠的杀球动 好球 就是这种发尽发相对而言还是正式为花蕊雄 就是还是比较很容易去得分的 那个关王 哇 黄亚雄防过来 好球 藏点 10 对于这个存傻来说老公不死 确实心里也会有一些 对 对 电线 掌网 跳起来 把你的掉到后面 啊 放慢球 8 比10 好 好球 漂亮 很轻松 对 这样的话浙江队正思维黄亚雄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进入到四强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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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年